桃園市不动产仲介商业同业工会 结合国际狮子会 今天在杨梅普希牧场 举办秋季自强活动 虽然景气以及大环境不佳 但是他们仍然持续做公益 邀请社福机构院生一起烤肉 同时也捐出了50万元 来照顾社会若实 桃園市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 结合国际狮子会 动员了1500多人 在杨梅普希牧场举办盛大烤肉活动 这场活动还邀请美好福利基金会 以及唐市政协会的怨声共襄胜举 让他们是乐开怀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啊 对 有吃到什么好吃的 应该是吃到一个香肠口味 最喜欢吃香肠烤肉 这个香肠口味 年日来的阴雨绵绵 今天终于放晴 烤肉活动也嗨到最高点 过去因为疫情 怨声几乎没有外出 今天难得可以到户外踏青 对他们的身心都有帮助 其实小孩子真是需要的是说 让他们走出来 将走出阳光 用这个大地 我们孩子可以走得更好 希望说是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它相当不错 陶芸市不动产同业工会 每一年都会乐捐一笔款项 提供给社会局 以及社福机构使用 今年也不例外 捐出了50万元的金额 都是由工会成员自由乐捐 希望能照顾到真正的弱势 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好 因为能让我们所有的弱势团体 能够得到它应有的尊重 还有能让它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所以邀请他们来一同来发展 一同来同欢 然后来考骆 因为他们应该很少有考骆的机会 这两年因为疫情关系 整个大环境不好 景气连带受到影响 但不动产工会的爱心仍然不间断 集结众人之力回馈于社会 今年度所捐赠的50万元 将透过社会局 转介给需要的家庭与弱势 把钱用在刀口上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感谢观看